您好 新冠冰冰冰冰 大上南韩这家航空公司国际线 乘客如今有全新飞机餐选择 俗称火鸡面的南韩火辣鸡泡面 业者研发推出两种品项 辣味热狗宝和辣味炸鸡拌饭 非常美味 后来 慢慢的辛辣 日本记者实际试吃 结果辣到表情争獰痛苦 说不出话满头大汗 火鸡面6月一度被丹麦政府下架 就是疑似添加过多辣椒素 担忧食用过量 恐导致中毒 高血压 呕吐 造成生命危险 但到了8月 调查发现辣椒素并没有超标 因此禁令取消 回归上架 国际面自2021年温室以来 销量突破51份 累计净账3兆韩元 大约703亿台币 但连南韩人都不见得敢吃 航空公司也急忙换夹 飞机餐推陈出新 吸引拉胃食物爱好者 跃跃欲试 火鸡面知名度大开 再呈热门讨论话题 三连新闻 陈佩的报道